你先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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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点远 我能坐过去吗 没问题 您记不记得跟您喝一杯 这种事我见多了 我也见过也不惯 大家心上不宣嘛 都知道彼此心里想要的是什么 后来喝得差不多了 我们一块上午去我房间 过来一夜 这整个晚上都很愧快 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啊 直到警察到公司来找我 说那个女孩通告强奸的 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并没那么简单 我们从办案机关 得到的消息来看 吴卓尔向警方反映 您曾经拿了一把折叠刀 来作为武器威胁他 有这么回事吗 这无计之谈嘛 我身上怎么可能会带刀呢 我也不知道 他们从什么地方 找这个东西的 如果警方在房间里 找到了这把折叠刀 他们会进行相关的鉴定 您是否真的接触过这把刀 到时候会有结论 我告诉你 这个非常明显 他想要讹诈我 你帮我找到他 你问他想要多少钱 帮我解决这件事情 高先生 吴卓尔已经报警 警方也已经对您 采取了强制措施 您的案子 现在已经正式进入了 刑事程序 接下来将由公检法 代表国家刑事职责 并最终确定 您是否需要承担 相应的刑事责任 关于刑事案件的走向 吴卓尔作为报案人 也是无从干涉的 所以即便他愿意对您 表示谅解 或是就民事责任的部分 与您达成和解 您也未必能够 获得人身自由 我们会帮您 向办案机关说明情况 依法采取最佳的方式 争取最好的结果 好了 您非管什么说话 我不管怎么样 您要想办法 马上立刻 把我从这个鬼地方弄出去 您放心 我们会尽我们全力 这样 您跟我妻子带句话 帮我安分一下她的兴趣 您想让我对她说什么 你告诉我 我和那女孩之间呢 受得一失活动 单纯的一夜情而已 大家是你情我愿的事 我不可能牵连她 我更不可能犯一些什么 唯有犯罪的事 我和洛西之间 的确有过一段婚外恋情 但并不是公诉人 刚刚提到的所谓性贿赂 也更谈不到 违法犯罪的程度 我跟您说话听见了吗 我记下来了 您放心 我会如实向您妻子转大的 她真的是这么说的 对 那天高先生的态度很诚恳 她希望您相信 她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 你觉得我应该相信她吗 作为律师 我们是看证据说话 目前的证据没有办法证明 高天宇先生对被害人实施了强奸 那如果是作为一个女人 一个妻子 你会选择相信她吗 如果作为一个妻子 我想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保护我的家庭和孩子 江女士 根据我们刚刚专会的情况 公安机关已经将此案 一送审查起诉了 检方会根据此案的证据材料 所反映出来的案件事实 依法决定是否提起公诉 那么在这段期间之内 我们会尽快全面细致地去阅卷 研究法律法规和案例 找出最佳的应对策略 当然了也尽最大的可能 去争取不起诉的结果 不管怎么样 辛苦你们了 对了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你们 你说 你们可不可以 帮我办一个比较大的记者发布会 由我亲自出面 向媒体表明我的态度 您确定要亲自出面 不可以吗 因为我先生的个人形象 对于公司的股价影响好像很大 我听说公司的股东 现在都开始闹了 如果我以一个妻子的身份 站出来 告诉他们我相信他 也支持他 会不会有点帮助 我明白了 那我们去准备一下 辛苦了 您稍微 好 顾律师 您还有时间吗 有 那你们先聊一会儿 我去打个电话 顾律师 我知道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 但是我感觉真的很相信您 谢谢你的信任 后面的工作还有很多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顾律师 说实话 我很恨高天宇 但是我也知道 我的家不能因为这件事情毁了 你应该明白我的感受 你有过类似的经历 您的丈夫宋嘉诚和一名叫罗希的女士 有不正当的关系 您能证实这种说法吗 解放认为是性贿赂 你清楚吗 您还能原谅您的丈夫吗 宋女士的事情闹得那么大 你依然是以大局为重 作为女人 我真的非常欣赏你的勇气和抉择 所以当时我想到离婚的时候 第一个想要征求意见的人 也是你 顾律师 顾律师 如果你认为我们能成为朋友 我请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 帮我把我的老公平安地带回来 如果他因为这个案子去坐牢 对我 对我们的家庭和事业 打击太大了 如果高先生真的是无辜的 我们一定能找到他无罪的证据 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即使作假也一定会有破绽 高天宇已经被警方移送审查起诉了 这是否说明警方已经掌握了他的犯罪证据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这里不便多说 但是我们的律师团队 非常清楚案件进行的阶段 我个人坚信我丈夫是无菇的 而且我相信司法机关 最终一定会查明真相 还他一个清白 即便高天宇先生没有强奸 也是无可辩驳的婚内出轨 作为妻子您怎么看 事发之后 到现在我还没有和我先生见过面 所以在见到他本人之前 对任何的传闻 我没有任何态 您和高天宇先生感情不和是这样吗 谢谢关心 我们感情非常好 有消息说您已经约见了律师 在探导和高天宇先生离婚的事宜是真的吗 这个消息并不是事实 我和我的先生一直都是彼此扶持 互相信任的 我根本想不到任何和他离婚的理由 有消息称此次事件并不是高先生的第一次婚内出轨 行了 您了解吗 看不出来啊 这姑娘看起来肉肉 气成二元强 她现在心里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 您亲自开这个发布会 是否意味着 您已经原谅了高先生呢 即使她涉嫌心轻 我今天召开这个发布会 是因为我非常幸运我先生 你发现了吗 自从高天宇出事以后 这个女孩的身体力 好像突然迸发出了一种 特别强大的恋人 这股力量支撑着她在困境里 可以独立地引于主人的身份 来处理家庭生意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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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 高天宇虽然有点 但配不上这么好的妻子 白瞎了 真是白瞎 真是白瞎 本来可以拿一个照片 这本人本来就不是一个照片 其实在过去的四年 新闻发布会开得不错 讲话话这次应该在语论上 能够挽回一些局面 剩下就看我们的了 检方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可以给高天宇定罪 我们还有机会呢 你也别太乐观了 根据办案机关 对那把刀的检定报告 虽然没有找到高天宇的指纹 但是却留下了他的DNA信息 有DNA的信息 但是没有指纹 警方怀疑高天宇是用某种方式 避免地留下指纹 抑或是事后将指纹擦掉了 但是至少DNA的结果显示 他是接触过那把刀的 可是我在看守所的时候 高天宇明确地表示 他身上从来没有带过刀 当时那话也不能全新 也许从一开始 他就对我们撒了谎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那现在怎么办呢 改变策略吗 再给我几天 让我看看进展 打官司其实就是凭证据 谁的证据过硬 谁就相当于抓了一手好牌 这几天 你就多受点累 再帮我找找好牌 也许我们还有机会 给他做无罪运务 放心 请 这家的滤镜 果然跟新闻上的照片 完全不是一个人 我之前在一个直播平台的 颜值区见过这个主 当时还有挺多人捧他的 颜值区是什么 你平时不怎么看直播吧 不怎么看 你看 这是他当时直播的视频 你看 还有好多粉丝跟他互动 风声 怎么了 你一定要看看这个 这是吴卓尔的直播录像 我在里面看到了一点 有意思的东西 这是他在直播平台上的 粉丝排行 你看看这个排行第一的 相机 这个叫午夜假面的人 这段时间 给吴卓尔打赏最多的人 一直是他 谢谢午夜假面哥哥 你哪里给我刷那么多油轮 今天是不是有很多 开心的事情啊 这个人有什么特别吗 我查了之前的录像 这个人之前 参加过他们的节目 他在生活里的名字 叫林浩哲 他的父亲 旗下的临时集团 最近正在大量地收购 高天宇公司的股份 也就是说 高天宇强奸丑闻 股价互动 林氏集团是此次事件 最大的获益方式吗 我们按照这个假设 这个午夜假面 通过平台打赏的渠道 买通了吴卓尔 然后安排他去勾引高天宇 制造了这些新丑闻 那么通过丑闻的发酵 会大面积地影响 高天宇公司的股价 这样的话 林氏集团 就可以顺利地达到 低价吃尽的目的 我觉得你的推断 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这样一来呢 可能会带给你解麻烦事 我什么麻烦 你就不能正常下班了 检察院已经批准了 我们对吴卓尔的调查取证 一切走吧 正合罗业 请订阅 请订阅 赶紧来 发的时间的话 没错 扑克牌的就像想的一样 这张扑克牌是完美的 卡在了我的手上 这张扑克牌是完全卡在我的手上面的 然后放在上面 这个魔术就完成了 好吧 不生气 祝您好风连连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们找谁 吴女士是吧 是这样的 我们是高丁宇的律师 检察院批准我们过来问您几个问题 跟我走吧 哥哥的点赞 谢谢 谢谢点赞 谢谢时间哥哥的佳年华 谢谢哥哥 谢谢 我给哥哥们唱首歌吧 谢谢哥哥 我来唱一首什么好呢 我没有太多时间啊 一会儿还得直播呢 刚才说的我跟检察都说过了 你们还想问什么 我们来找你 主要是想正视一些案发当晚的情况 你们先出去吧 我自己来 我们根据监控录像发现 案发当晚 你是主动地和高天宇先生一起回房间的 你为什么要单独地进入高天宇先生的房间呢 我以为他这么有身份地位的一个人 不会对我做什么 就完全卸下了防备 所以那天晚上 到底在房间里发生了什么 他强迫我和他发生关系 高天宇喝多了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性格非常地狂躁 他甚至拿房间里边一把水果刀威胁我 逼我酒饭 你知道他是已婚吗 我当然知道 我只是单纯地欣赏他 特别想认识他 难道这都不可以吗 你单纯欣赏的 应该不止高天宇先生一个人吧 据我们所知 在私下里 跟你保持过亲密关系的男性不少 而且大多数 都和你的年纪相差较大 并且失业有成 你们什么意思啊 道德审判吗 我们不做道德审判 我们只是想证实一些事实 你看起来 得我三十多岁了吧 结婚了吗 你想说什么 我这人看人眼光很准的 你一看 就是那种 婚姻家庭生活不幸福的女人 说好听点 叫贤惠 说难听点 就叫乏味 男人或许 愿意找你这样的女人 去操持家务 但是她们内心 更喜欢像我这样年轻的女孩 去抚慰她们不安分的灵魂 我说得对吗 我的个人生活怎么样与本案无关 我不想浪费我的时间 你也不必借替发挥 你不是说我越南无数吗 我还告诉你 真就是这样 而且在我看来 像你这样女人的老公 反往是最容易得手的那种 通常不用费什么手段 她们很快就会忘记 自己的女人和家庭 你能脸不红心不跳吧 刚刚那段话说完 证明我们之前对你的人品判断 基本与世事吻合 没怎么冤枉你 不过 你的道德情操 应该不归我们教育 那应该是你爸妈在管吧 是吧 你说够了没有 午夜假面 他是你的粉丝 在你的粉丝群里对吗 是又怎样 他的真名叫做林浩哲 是吗 你们既然什么都知道了 还跑过来问我干吗呀 林浩哲是林氏集团所有人 林永德的儿子 林氏集团现在正在大量地收购 高天宇先生公司的股份 你在这个时候 对高天宇先生提出诉讼 恰巧满足了林氏集团的商业利益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你们的意思是 我的榜衣用达赏我的钱收买我 然后让我帮忙陷害高天宇是吗 得不说 你们的脑洞可真的是太大了 但是我想告诉你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假面虽然是我的榜衣 但是他打赏我的钱 从来没有经过我个人的招务 我只是一个小主播 尚没我的公司领导高层 想要包装我推广我 假面和我们公司老板是朋友 他在直播间里所有的打赏 都是为了带动其他的粉丝 进行更多的消费 我和他其实并不熟 这一切都是逢场作息而已 都数公司的钱左兜进右兜 从来没有住过我个人的账 您说的这些 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 这一切资金往来都是有据可查的 你们可以去问公司要 但是 他们愿不愿意给你们 就是另赖一回事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让你们空欢喜一场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 我跟假面真的没有 紫金上的往来 你们还有别的事吗 没事的话我要直播了 我的粉丝还在等我呢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大家好 今天又见面了 欢迎大家准时来到 我的直播间里 对不起啊 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 我应该了解清楚了 再告诉你 千万别说对不起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过 而且我们是一个团队的 虽然吴主尔说他没有跟吴爷假面 有金钱的往来 但是也不代表 他们不会在其他方面 想不够对 我们只是需要 再寻找新的证据而已 好 我再去找找新的证据 今晚不许再加班了 我现在就送你回家 陈那伟 企业 谢谢 见网 先什么都别想了 好好地睡一觉 有什么事都明天再说 辛苦 辛苦你了 风声 应该的 赶紧休息吧 早点休息 再见 来 哥 你先回去了 谢谢啊 嫂子 来见当事人 我刚跟宋律见完 她说她对罗希的事 特别后悔 希望你能原谅她 我时间要到了 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我没见过这把刀 我也不知道 是谁把它放到我房间里去的 但警方现在的鉴定结果 说明您本人接触过那把刀 所以如果您不能把情况说清楚的话 我们在面对检方的时候会很被动 怎么面对检查院那是你的事情 你去把这件事情的来龙 去把你给我搞清楚 然后把我从这个地方弄出去 这是我们之间的协议 没错吧 我花了这么贵的律师赔 我请你来 我到现在还困在这里 你知道我在这里待人一点 公司的损失多少 高先生 您的焦虑我非常地理解 但现在 警方掌握的案情 跟您本人叙述的出入太大了 我们作为律师 也需要时间来核实情况 你到底能不能干 你要不能干 我立马还人 我做生意这么容易 身边从来不要我能支配动 您的太太之所以选择我们 必然有她选择我们的道理 也希望您能够信任我们的工作 她选择你有什么用 工资和下里 都是我一个人说的算 我发现你们女儿在一起 就是磨磨叽叽 秃泥带水 我任何事情交给你们的后患 不求你发现没有 高先生 我想您最好能确定一件事情 现在所有的人 都为了您犯下的错误 再拼尽权力的工作 不只是我们 也包括您的太太 从于舒适的那一刻开始 蒋女士就一直在为了 保护您和您公司的利益 奔波忙碌 她一个人顶着来自股东 和社会舆论的所有的压力 反倒是您自己的所作所为 你觉得你配得上 这样的妻子吗 你以为你是谁啊 敢这么跟我说 这个案子我不需要你 我要换律师 我请你揍人 出去 你是怎么想的 高天宇这么重要的一个客户 你怎么能把关系 弄成这样吗 对不起 是我没有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说了不该说的话 我愿意为此负责 你拿什么负责 高天宇很可能 因为你的不职业 而对我们诊监律所抱有偏见 你出门办案 代表的是 宜盛和的做事标准 我个人的失职 责任由我个人承担 如果高天宇不希望 我再继续为他辩护的话 我愿意主动地 退出这个案子 不会让律所 因为我谋受损失 姑娘 你先出去忙你的 我跟令主任单独探探 他必须离开这个案子 我们必须得尊重客户的决定 这个没商量 其实你想一下 高天宇这么大一老板 出这种事肯定糟心啊 而且他肯定很生气 那一时气愤 说出一些气话来 我觉得也不是 没有挽回的余地 挽回什么 律所里有这么多 优秀的律师 我看不出有任何 把他留在这个案子里 咱平心而论 我觉得姑娘在这个案子上 非常地努力 而且也做得非常好 她作为一名律师 连基本的冷静和理智 都做不到 你让我怎么相信 她能够维护客户的利益 这事真的怨我 我真不应该 让她一个人去看守所 她最近工作上 压力特别大 生活上又一堆 破烂摊子的事 这谁都不是铁打的 对不对 我看起她辩解 如果换做是你 你绝不会这么 跟客户说话 更不会闹到 撕破脸的地步 那我们也不会任由 客户摆着大爷的架子 肆意羞辱我们 对不对 我们是律师 又不是客户的奴隶 基本的职业尊严 还是要有的嘛 我就不明白了 你一定要这么 护着她吗 我不是要 特意护着她 咱们换位思考 姑娘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而且我也相信 她有能力 逐渐去修正自己的问题 你凭什么相信 又因为你们是 大学四年的同班同学 这又扯得远 我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 那还能是什么意思 你破格把她拉进绿所 现在办公室里说 你们闲话的人已经不少了 你还要这么处处维护她 封主任 你不觉得你现在办的事 已经有点丧失原则了吗 你这扯得也太远了 咱们不说这个了 好吧 这样 我知道咱们最近 因为高天宇的事情 搞得压力很大 我明白 但是从今天开始 咱们在办公室里 指示旧生日的事 绝不节外生志 这话还是说给你自己听的 工作上节外生志的那个人 是你意思 方主任 怎么着 给自己罚站呢 那个令主任怎么说 放心吧 我已经跟令主任说过了 让你继续处理这个案子 谢谢 我刚才还没多长时间 敬给你添麻烦了 你真的太抱歉了 你说什么呢 行了 赶紧回去吧 不过 说实在的啊 这要按照你以前的性格 高天宇敢这么跟你说话 你早就啪一巴掌 跟他呼上去了 我有那么聪拢吗 你太不了解你自己了 我不对 隔着栅栏的 你打不进去 前方对于这把刀的 鉴定结果 让我们很被动 尽管高天宇一口否认 他见过这把刀 但是鉴定结果显示 这把刀上确实有 高天宇的DNA 这和他的口供 是自相矛盾的 我们必须要找出来 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也是一直 让我很疑惑的 高天宇本人 并不像他撒谎 但是检测的结果 跟他本人的说法 又完全不一致 除非 他在无意间接触过这把刀 但自己没有影响 这种假设在某种程度上 是合理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找出 一个有效的证据 来证明它 这不信找不到证明 你别动啊 你这个造型啊 让我又突然想起了 我们大学辩论赛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你那时候三天两头地 带着我们八个男生连周转 我们都快累崩溃了 你知道吗 你说你哪来那么大精神头啊 那会儿 不是吧 我那个时候是要打起精神 才能跟上你们的节奏的 我就奇怪了 那时候你们八个男生 一直熬夜 你们都不困不累的 我们怎么不累不困呀姐姐 我们都快累爆了 你知道吗 但是我不能在你面前 表现出来呀 我们为了得到这八个名额 都快打破头了 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 你可是我们班的班花 我为了几天这八个名额里边 跟我们班宿舍的这个男生 整整打了一个星期的开水 你少来这套啊 你那时候还是我们的校草呢 我们每天熬夜的时候 吃的零食全是你的小迷妹送过来的 一天天的 这事你都知道了 全校都知道好吗 好吗 我想起一个事来 高天宇 是什么时候 开始入住这个酒店的 这个房间是他长期租用的 你想想看啊 这把折刀 是在他睡过的床部上面发现的 而他本人长期住过的寝居上面 必定沾染了他本人 大量的皮血残留 所以这把刀被放在他的床上 也必定沾染上了皮血残留 如果这样来说 从这把刀上检测出高天宇的DNA 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这份鉴定结果 并不能直接证明 高天宇就接触过这把刀 所以不能作为相关的直接证据 也不应该被采信 如果高天宇并没有接触过这把刀 那么这把刀 很有可能就是吴卓尔带进房间的 以此故意来陷害高天宇 把这把刀放进了房间里混淆视听 这只是我们的推测 我们现在必须要找出证据出来 我们争取都是找出来的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资料复盘一遍 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 还没有被发现的细节 你怎么回事 昨天晚上就没怎么睡 今天又熬了那么久 你还扛得住吗 饿不过呀 要不要给你点点吃的 不用了 有这个就行了 活力满满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啊 还是我当年认识的那个 永远不服输的你 我几乎已经把这个女孩的视频 全部看了 她要是再搞粉丝排行的话 我应该可以算得上 是实至名归的榜一了 怎么样 有什么收获吗 罚善可乘 这段视频我翻来覆去 看了好几遍了 都已经快在我脑袋里 嗑了一份了 你等一下 暂停 怎么了 这个女孩我见过 见过 在哪儿 在吴卓尔的直播录像里 他们俩应该是同一个平台的 她的名字叫 她的名字叫喵喵小魔女 而且那天我们去他们公司的时候 也见过她 妈 谢谢时间哥哥的扎年华 谢谢哥哥 谢谢 我给哥哥们唱首歌吧 谢谢哥哥 我来唱一首什么号呢 这两个女孩是同一个公司的 那就有意思了 他们俩怎么会同时出现在案发现场呢 这好像不太可能是情人佛啊 会不会是 午夜假命不仅安排了吴卓尔一个人 而且还同时安排了 另外一个同公司的小魔女 安排两个人 新火出现 那目的呢 你看啊 吴卓尔跟小魔女 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女孩子 吴卓尔是郁姐型 小魔女是罗莉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午夜假面 同时安排了两个 不同特点的女孩子 高定运喜欢哪个 哪个就跟她走 而那天晚上 很明显 高定运是喜欢我们团的 那要照你这个思路 还真的有可能 明天就把这条线索 交给检方 让他们好好调查一下 这个小魔女 我以我职业多年的心意大度 在这个姑娘身上 一定能够找到 高定运的真相了 您又不用再讨历一下 能不理吗 不行 离 离定点离 屁死我了呢 这个结果也算是 皆大欢喜了 进来 郑主任 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检方根据我们提供的线索 进行了补充侦查 找到了那个叫做 小魔女的女孩 那个女孩完全没有想到 相关人员会找到她的头上 所以没怎么抵抗 就承认了午夜假面 初见安排她跟吴卓尔 设计高天宇的实施 所以这么说 高天宇可以获释了 对 检方又根据小魔女 提供的线索 找到了相关的证据 综合考量了所有的证据之后 决定对高天宇 不起诉 太好了 当然了 上级主管部门 也对设施的直播平台 进行了约谈 最后决定对主播吴卓尔 小魔女等相关人员 继续全平台永久封禁的处罚 姑娘 恭喜你 虽然这个案子中间 出了很多波折 但是你还是办得不错 而且蒋女士给我们的报酬 也很丰厚 你会有你应得的部分 蒋华华来了 说要见姑娘 蒋女士 您找我 顾律师 吴先生已经平安到家了 我今天是专程来谢谢你的 您太客气了 这是我的工作 您请坐 我就知道 我当初选择你是正确的 你真的没有让我失望 这个 是一点小心意 你应得的 这个我不能收 您的心意我领了 谢谢 您的心意我领了 我想到了 这一盆 是我亲手插的花 你喜欢吗送给你 真漂亮 很雅致 这次多亏了顾律师尼 高天宇才能洗脱罪名 平安渡过难关 我呢 我已经选择原谅他了 接纳他回家 这是好事啊 恭喜你 又重新找回了家庭 不是 您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之所以原谅他 是因为我们 都是成年人 毕竟还有家庭的责任 我决定暂时 不和他谈离婚的事情 这是我为了保护家庭 做出的选择 并不意味着我在感情上 原谅了他 不管怎么说 能给彼此一次 重新开始的机会 总是好的 那顾律师你呢 你 会重新给宋女士一次机会吗 我不知道 重新建立信任是要花时间的 对于我的选择是错的 但毕竟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还是有很多牵绊的 这样吧 如果我以后 再要离婚的话 我一定聘请你当我的离婚律师 我希望不要有那天 如果真的有那天 我以不容辞 真的谢谢你 晴晴 念姐 好的 够快点 下班了吗 你有什么事吗 我有件事情 想请你帮忙 说吧 是我家里面的事 我家里不是出了点事吗 我知道 是你老公宋嘉诚的事 大家都知道 我是听说的 所里很多人都在说他的事 毕竟律师这个圈子也不大 我也是传千里 你也别太往心里去 那你需要我帮什么忙 是这样 孙嘉诚现在缺一项 关键的不在场证明 我把家里都翻遍了 一无所获 我在想 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回趟家 帮我找一找 这方面你是强项 你比我细心 说不定你能 找到什么 我没有发现的线索 或者是痕迹 哦 没 没关系 如果你要是不方便 或者是有别的安排 没关系 算了 不好意思 没事 反正我今天 也没什么安排 谢谢 谢谢 念姐 还有哪儿没找过 其实之前整个家里 都已经找过了 念姐 你去年九月二十八号 跟宋嘉诚看过电影吗 没有啊 这两年我都没有 跟他一起看过电影 怎么了 我在这个西装里 发现了两张电影票 这电影我肯定没看过 你再仔细想想 名字叫《举案奇美》 这名字是挺熟的 但是我 我想不起来在哪儿 你是看过海报 还是什么